10月25日晚 美國華人營建工會2019華人建設週月獎頒獎典禮 在盛蓋伯喜來登酒店盛他舉行 來自中美兩岸3D的23個建築單位和設計師榜上有名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喬務領事王建宜 國會議員趙美馨和加州眾議員周本利的代表出席典禮並頒獎 各界來賓300多人參加了晚宴 美國華人營建工會從1982年成立至今已38年 去年開始的週月獎競賽活動受到同行的關注和支持 數月中有9家華人營建公司加入工會 最近一年南北加州共有57家公司入會 華人營建工會不斷壯大當中 華人建設週月獎橫跨結構設計 建築設計 室內設計 庭院設計 環保與新能源 建築材料等多個領域 全面展現華人的建築和設計能力 今年也是華人營建工會舉辦大獎賽以來參賽作品最多的一年 共收到來自中美兩國40多件參賽作品 其中 中國多家知名建築公司和建築設計院負責人和設計師也送來了作品 本次大賽評選委員會主席廖堯表示 華人在營建行業人才積極 希望通過這樣的交流評比 發掘展現默默耕耘的華人建築師、設計師、工程師的優秀作品 今年共有10位專家參加了大賽評審 營建工會這個平臺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非營利的這樣一個組織 所以這個平臺最近幾年得到了一個蓬勃的發展 受到了業界廣泛的關注 所以也給我們建築成員帶來了很大很大的這樣一個助力作用 在我們營建工會、理事會的辛勤的努力下 理事會成員能夠辛勤地付出他們的時間、他們的專業、他們的精力 把這個平臺做得越來越大 越來越受到歡迎 越來越能夠幫助到我們建築行業的員員 所以我也希望通過這次華人建築卓越獎 更加地幫助到我們華人建築行業 也希望營建工會這個平臺能夠越做越大 希望華人建築卓越獎 做一個品牌帶動我們營建工會的這個事業蓬勃發展 營建工會也特別感謝江曉冬會長近年來打破傳統 突破營建工會數十年來 旨在美國本土發展 只和州縣政府打交道的局面 將人脈擴展到海外同行和相關行業 華夏電臺記者申蓋博士採訪報導